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集有許傘 請記得幫手Like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來跟大家繼續跟進一下 黎智英涉嫌犯了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在法庭裏面的事情 現在還在瞇瞇瞇瞇瞇 在這裡等一些精彩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不過其他西方媒體 或者離散港人 黃媒 他們構成這班人真是虛偽到無倫 我經常都說 因為這件事而還押過千天 那這千天裡面 你們這班人究竟在做什麼呢 如果你們真的預視到他 或者知道這案件總有一天就會帶到法庭去審訊 審訊完之後的結果 究竟是不是坐他十年八年呢 還是十幾二十年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甚至乎是否會坐中生呢 就要看他的嚴重程度去到多高 加上他都幾十幾歲人 看到他在法庭都要戴耳機 可能隨著年紀的問題 身體狀況和眼有蒙耳又濃 真的是真的 功能上的衰退就當然了 不是你想怎樣的 那又說他瘦了 如果在監獄吃到你肥肥大隻 如果你說吃屍飯就另一回事 但是現在因為涉及到欺詐案就在監獄 所以飲食方面也不是太好 或者叫做清淡一點 所以人瘦回來也是合理的 那就搞笑了 尤其是看到現在那些靜棍幫他敷天搶地 喊到拆天那些 看見我都打冷陣 這麼虛偽也有 我們嘗試換在肥佬拉的角度來看 如果假如讓他現在知道原來他們在說這些事 或者在做這些事的話 一定覺得很好笑 都上到法庭了 都開心了 應該要在未開審之前就要撤控才是fairy grid 不是呀 帶他上法庭了 還有彎轉嗎 沒有啦 那就差在要判多少 那你們一群人都拿我來抽水 吃我的人血饅頭 雖然說有些報道見 肥佬麗也有跟家人舉手指弓 比心心 飛吻等等 那這裡就悶悶地 沒什麼所謂 人都去到這個年紀這樣的階段 哎 怕什麼 讓你們看著他在犯人欄 猴子那樣都可以了 哎 還有什麼做不出呢 當你們這些正棍 高床軟枕 穿西裝打胎 和人在吃下午茶 吃雪茄 喝威士忌的時候 肥佬麗還在還押你們口中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堅持他的新民自由 象徵著香港民主的icon 有這樣的遭遇的話 你們應該持續地幫他爭取 那才是 我不是 到現在才出來這樣做 或者更加努力去做 之前都是表示不滿 關注 希望敢敢敢 密密的 可能國家方面 特區政府方面都會有回應 你一拳 我一腳 其實沒意思的 姿態多於實際的 大家還記得 黎崇欣 走在世界各地 都有好幾年了 為他老爸呼冤 近年來講 甚至乎大罵 英國方面 明明他爸爸拿英國護照是英國人 現在有一個英國人在香港 因為港區國安法這麼無辜地 被控告他 勾結外國勢力 為什麼英國政府不幫幫忙呢 罵到美國繼續罵 最近他的兒子黎崇欣終於能夠去英國 看到新宅的愛上卡梅倫 他們以前都做過英國首相 相當地鬆無鬆逆 黎崇欣能夠和他一起拍照打卡 終於卡梅倫 一開始見黎崇欣之後 都沒有說一些特別的事 只是說關注而已 黎崇欣說 也好 起碼知道有這件事 也會先關注 也會緊張一下 萬眾期待 終於等到卡梅倫開口 就說黎崇欣提倡民主被囚 遭到控告 真是辱罵到爆炸 他說這些正是英國最重視的價值 他這個價值 如果在他的角度來說 已經堅守了很多年 因為這個價值被還押的話 是不是間接地掩蓋了你們英國的價值觀呢 每一天都要升你一巴 還好笑 這些虛偽到爆的症犯 卡梅倫 其實他的學歷真的不差 出口成文和學識方面都很豐富 但人格真的相當卑劣 你這個時候先跟黎崇欣 和世界說 英國政府會揭盡所能 令黎智英獲釋 我只問你一個英文字很簡單 就是How 怎樣 How 怎樣可以令他獲釋 都可以的 他坐完牢就可以出來 還好笑 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的 Hat還在說 港區國安法違反了法治精神 本來不應該存在 強調世界都在看這件事 還在大喊立即釋放黎智英 不僅是應該做的事 亦是合乎香港利益的事 這班甲拐吹到這件事 哇 大刀啊 整個土星那麼大 為什麼呢 他們在說 世界都在關注黎智英這件事 最終那個判刑是怎樣的 如果你說判得太重的話 就會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甚至乎會遭到國際社會的唾棄 哎呀 好害怕啊 是不是 老實說 就算現在我們看到 股市 樓市都不太好 還可以說香港是一個逆行的情況 即是我們看到美國方面的股市 也叫做再創新高等等 反之然香港的股市就動不了 不過也有沈大師說一番說話 就是背靠著祖國的話 有機會下年會彈倒上去 可能你說沈大師這些瘋狂亂說 說到底 股市這件事有升有跌 如果讓你知道什麼時候升什麼時候跌的話 說句話 如果像我這些 都會懂得跟你說什麼時候 或者是現在究竟去不去盡它好 還是放了它好 那就沒有股災了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去信一下那些 什麼七師傅 麥寧寧那些 就是這個意思 蘇文峰 用運程來解釋這件事 因為人真的很難知道 如果人人都知道什麼時候是股災的話 一早就走了 人們還會有股災那麼多人損手爛腳 是不是 投資的經紀 顧問那些 全部都有和譜 再回來了 更精彩 在那些外媒的角度來講 例如CNN 也派一些記者去到西九裁判法院直播 好像很轟動 世界觸目 即是我剛才提到的點 就是黎智英並非看她的個人 她的個人已經超乎了黎智英的肉體 代表什麼呢 香港的民主和港區國安法的自由狀況 究竟是怎樣 如果這段千日來計 黎智英也是在還押 當然 包括了欺詐 如是者 黎智英遭遇 大家也預示了有這麼多人說要指證她 罪成就一定了 欠缺她蹲多久 如果這樣就考驗香港的自由狀況 老實說 你自己來到這裡 可以在法院門外做直播 請問 自由狀況是不是真的很差呢 如果是的話 可能整個大磁舍在干擾 會不會有這些呢 也不會的 別這麼白癡 當然 又做了一段影片 回顧一下黎智英參與什麼雨傘 2019年反送中 2020年的時候被警方以違反國安法來拘捕她 後來《蘋果日報》被迫停止運作等等 說得很厲害的 不僅追求民主的改革 你這些人渣不是改革那麼簡單 你是煽動一些年輕人出來 或者其他黑暴 黃絲出來帶絲破壞 然後從中獲得你的利益 或者如黎智英所說 她是很討厭這個共產黨 當然是中國共產黨 我還記得她的故事 有說過她為什麼會學懂英文 例如推介看哪些英文書 來學英文 她曾經大罵共產黨用英文 她當時終於發覺 原來自己的英文可以叫做這麼流利 在罵共產黨有多劣跡斑斑的時候 也相當激動 臉紅耳熱 她也說當時的英國人聽得很感動 這個家庭 這個就是她的故事 我覺得得淡笑 美國霍士還說黎智英這件事已經拖了很久了 就說中國共產黨持續打壓香港的自由 其實你這群黑衣 有時候你見到是覺得很好笑 就是你們自己自由出入香港 去採訪這件事 也可以說很多不同的東西 寫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否阻止你 拘捕你 如果你說得這麼嚴厲的話 你是不是犯了國安法 你在香港抹黑國安法就要這樣說 有否煽動性 要不要拘捕你回來問一問 有否呢 沒有 所以就不要說到 這個審訊 只是叫做政治迫害 你們這群人沒有看清楚 反而是毒果在迫害香港 老實 如果他們那麼多年 培育黃之鋒 周庭 羅冠聰 即是捧神 做神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蘋果日報 當時做黃之鋒 又做周庭 又想試做梁天琦 很多這些 做到他們最上腦上頭的時候 最終這些被他們做出來的神 神童 靈童 神女 最終到極致的時候被捕 他們要面臨一些控罪 到最後審訊 坐牢 還押 其他不同的東西 這些是你 即是用壹傳媒捧殺 捧到這群人上天 然後他們 局勢 一定要頂下去 做下去 當然他們 牛不飲水 不敢 牛頭低 此作俑者 你只可以說黎智英是一部分 你不要還在說 有什麼 獨裁者 例如英國保守黨 前黨魁 施智安 在 12月18日的時候 在夏議院 提出了緊急質詢 重申 北京政府 不可信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夠 相信這些獨裁者 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形容黎智英 這案件是剝奪了香港人的自由 也要求英國政府交代 究竟會不會就黎智英的案件 採取一些具體的行動 這些人渣敗類 政棍 將球 繞腳踢回新衛城政府 自己爬上一個很道德高地的高地 爬到最頂頂 然後大喊很多說話 然後逼英國政府 要有什麼行動 到時你的行動 你怎麼做也好 都會被施智安拿來罵 因為他已經走上高地的高地 走到最高點 你這樣的話 是很嚴重的 還有 你又派那些什麼領事 在12月18日的時候 去做旁聽師 這些打卡獸 全部都是來打卡 老實 通常這些審訊 第一天的時候 很悶 但是你們一定要頭腸 最熱度高的時候 就來打卡 你們之後會不會再做什麼呢 老實說 你們來到廳 也不代表可以幫到什麼 就算你們想幫些東西的話 為什麼你們不早點幫忙呢 是要到別人受審的那天才來 平時你們不說話又不來 到法庭去審訊 審完就要判他坐牢 等於已經進入了昏迷狀態 隨時嗶嗶一聲就能死 當假設先 不是說死了 那意思就是要去蹲牢 你到了危險時期都不能跟你說什麼的時間 你就才走來看他 就死吧 等得來你都蚊子 如果是的話 老實 你們自己都知道 做不到什麼 也都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 例如你說什麼制裁 或者是想做其他不同的事情 老實說 我在另一節也有提過 許正宇 去到英國的時候 也可以跟你們那方面的政府官員談 最近 陳茂波 波叔 在歐洲出訪的時候 也有去到英國 也有去講述的 香港投資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一樣這麼歡迎 一樣會跟他握手 有這樣又那樣的 SIPPA 又有去到 你們又不出聲 不如你在SIPPA的時候 有雜拜會 為什麼不可以做一個 為肥佬禮的新冤大會 或者什麼 我們都是黎智英 會不會做這些行為出來 等可以談談談 沒有 你們在一些 Official的場合 是不會出這些事情 但是你們私底下 就說到 炒蝦炒蟹 這些人 我是覺得很虛偽 實際 需要你做一些行動 來幫到真正的幫手的話 這些是沒有的 但是這些 社交媒體 握流量 爬上道德高地 明明是正棍 扮政客 其實最欲酸是什麼呢 就是有這些 黃絲 離散港人 或者什麼 移英KOL 黃媒這些 就為這些 洋人 歡呼叫好 就拍掌 就把他們有這麼大 就煲得這麼大 也幫他們 面上貼金 令到那些 離散港人 好像 很有寄望 覺得他們這樣做 OK 甚至乎 黎崇欣都說 相信英國會盡力 記住他也是說盡力 不會說一定會做到的 我爸爸 有夠了 這些 不會再說 這些是什麼 純粹政治迫害 也是香港政府 政治上 日趨 壓迫的 雙錦例子 以後你都瘋了 整宗案放上法庭審訊 控辨雙方可以拿自己的理據出來 又有旁聽詩 亦都被你們自己排進去聽 聽完之後 亦都可以把 你在法庭裡面記錄到的東西 1510 寫出來 亦都可以 是不是 你帶上電腦 一直打都可以 一直聽到說 一直打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的 你們沒有這麼做 會不會馬上出來 全部複述一次 因為有時候 法院裡面說的東西 真的很長 花了很多時間 還有說多一點 為何黎智英要帶耳機 他是不是真的叫 聽力差得那麼重要 因為有時候 在法庭說話的時候 那些律師 他們不是說 放大喉嚨來說 一天半天 聲音已經不用要了 他們比較陰柔 說 所以聲線比較差 小一點 所以為何旁聽詩 都會聽著 睏眼睡 就是這樣 看看這些死症棍 能不能夠 做到 像樣子的東西 雖然做 像樣子的東西 都沒怕過 但不要那麼虛擬 水懂得抽 東西不懂得做 可能你說 有沒有搞錯 說人死症棍 老實說 不單止我這樣說 連這些自己人 都是這樣說 這個時候才出聲 你不要早點 我用死者 已經算是給面子了 有些更差 用粗口 還是怎樣 不過 無論如何 我們一齊 拭目以待 這案子 接下來要怎麼審 今次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